周三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5比8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面受中共侵害法案 该提案由四位共和党籍众议员在去年3月提出 要求司法部设立中共行动计划 旨在遏止中共在美国知识产权和学术领域的间谍活动 保护国家安全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任期间曾实施一项中国行动计划 为的是应对长期以来中共的经济间谍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但在2022年2月 该计划被拜登政府终止 之后也并没有出台类似举措 各种各样的长臂管辖 美国就失去了一个基本的保护手段 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重新提出这个提案 实在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有民主党人认为 早前的中国行动计划 对华裔群体有种族定性的疑虑 因此新计划明确将中国二字改为中共 他有打中国行动计划改为中共的行动计划 那就是那是人很清楚 美国要针对的是中共 他不是针对中国人 那任何只要跟中共有密切往来 为中共提供情报 为中共窃取这个技术 那这样的人才是行动计划所要针对的这个对象 新提案下一步将送交到众议院进行投票 这个提案一旦正式的严格的实施 它受影响或者受到打击的 只是一小撮中共的那些走狗 为中共干脏活的那些下里巴人 那么这些人本身就会对其他的华人华强 构成巨大的威胁 所以这个项目之所以 我刚才说了认为非常有必要 应该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保护多数华人华侨 保护正常的在美国在西方生活工作的 或者是上学的这个华人华侨 新台湾电视台记者易静 特约记者长春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